有你有我 我听师父说 黄泉路上 有位叫孟婆的 只要你喝了她的孟婆茶 你在阳间所做的一切 都会忘记得一干二净 不过 这碗茶 我一定不喝 为什么 因为 我要永生永世 记住过儿 你对我的恩情 幽冥之事 始终还是太渺茫了 能够不死 还是不死得好 能够和龙儿你 相惜相爱 我真是不枉此生 死而无憾 过儿 你对我太好了 过儿 那些不知道是什么花 很漂亮 这花真奇怪 军能在龙冬之中 开得如此灿烂 不如这样吧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你说叫什么名字好 龙女花 就叫龙女花吧 龙女花 你看这朵花 开得像你一样娇艳 我们就把它叫做龙女花 好不好 孤儿 你还记不记得 那天你拜我为师的情况 当然记得了 我还想天发誓 说一生一世都会听你的话 无论你叫我做什么 我都不可以违背 如今我做了你的妻子 你说我应该出嫁从夫 还是你应该尊师重道呢 当然我应该听你的话了 正所谓失命不可违 妻命就更不可违了 孤儿 你千万要记住 你曾经说过这句话 知道吗 龙儿 你放心吧 就算到了阴曹地府 或者喝了孟婆茶 我同样都不会忘记 福儿啊 你到厨房去看看有什么干粮 我们带在路上吃啊 哦 燕妹 我们去帮忙吧 好 等等 我也接 燕丽姑娘 等等我啊 那么我也一块儿去帮忙 走开 杨大哥 你说 你和龙儿说了些什么 杀蛋啊 发生什么事啊 昨天晚上你叫龙儿出去 说了些什么话 你是不是叫他离开我 没有啊 没有 本来我和龙儿好好的 不知道你和他说了些什么话 昨天晚上他就神奇古怪 今天早上不辞而别 一定是 一定是你在胡说 是不是 姑儿 我想你误会了 我只不过是告诉龙姑娘 叫他劝你服下断肠草 希望就可以化解你体内的剧毒啊 混账 我和龙儿已经无药可救了 为什么还要偷生于世上 杨居士 你不要太激动 或者龙姑娘用药事办呢 绝对不可能的 我和龙儿都已经时日无多了 应该长相四守 永不分离才对 就算他真的要走 也应该和我说一声啊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和他说了些什么 我 你 你 杨大哥 杨大哥 你干吗对我娘那么凶啊 我娘不是说了不关她的事吗 也许龙姑娘她不想死在你的面前 所以就一个人跑去死了哦 夫儿 你住口 你 杨大哥 快 阿里托佛 杨骑士 你体内的青花都已经发作 很容易走火入魔 你别这么激动 先静气调息 押住心魔方为上策 这龙姑娘到底去哪儿了呢 是 断肠崖 他一定在断肠崖 不行 我要去找他 杨大哥 杨 blade 过儿 杨矜盛 过儿 过儿 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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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过儿 龙儿 龙儿 怎么这里有朵红花啊 龙女花 龙儿果然来过 龙儿 龙儿 你出来呀 杨大哥 你看后面 十六年后 在此重会 夫妻情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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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神尼虽然是佛门中人 但是他脾气有点古怪 伊登大师啊 您有没有见过他老人家 老纳无缘 未曾遗见 郭伯母 你凭什么肯定是南海神尼带走了龙儿 我也是凭十六年后这四个字推测出来的 因为我知道 南海神尼每隔十六年都会来中原一次 除了他之外 我想不到其他的人有这种怪行为 伊登大师 你有没有想到其他的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暂时还没有 好 那我就去南海 找寻龙儿 不知南海神尼身居何方 姑儿 你千万不要去啊 南海神尼所住的大智岛 一向都不许外人涉足 尤其是男子 伊登此岛 马上会招事杀身之祸 况且现在龙姑娘蒙神尼收留 姑儿 你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但是 要我等十六年这么长 十六年 哎呀 那个南海神尼又实在太不近人情了 你跟龙姑娘 少年夫妻花样年华 要分开十六年那么久 也实在太残忍了 郭伯母 你此话当真 不要骗我 如果你不相信 你自己看看石壁上的字迹 是不是真的是龙姑娘写的 石壁上的字迹 的确是龙儿写的 其他人谁也没办法冒充 更何况 还有龙儿的手帕 还有龙女花 那就对了 刚才我还以为是有凑巧呢 一直都以为是朱师兄有意布置的呢 只不过 如果十六年后 龙姑娘安然无恙地回来 但是过儿你 却因为不肯吃断肠草 而毒发身亡了 那龙姑娘她就 好 那我就试试吃断肠草 如果吃草药不灵呢 麻烦郭伯母在十六年后 代我转告我苦命的妻子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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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眼就过了一个月了 不错 已经一个月了 为什么 为什么龙儿还是音讯全无 即使南海参你不让她走 她也可以托人带个口信回来 好叫我安心 杨大嫂现在身在南海路途遥远 或许音讯难通吧 杨大哥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难道你要留在这儿等杨大嫂回来 我也不知道 不如我们三个人结伴闯荡江湖 一边行侠仗义 一边找寻杨大嫂的下落 十六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 一席闯荡江湖 我一直有个心愿没有了 不知两位妹妹可否成全 两位妹妹 我们相识以来 已想得非常投气 我杨国自有就孤苦伶仃 没有兄弟 我想和两位妹妹结义金兰 从此兄妹相称 不知两位妹妹意下如何 结义金兰 我们两个能有你这位大哥 实在求之不得 没错 人家结拜是煞血为盟 我们今天别开生命 饮酒为盟 嗯 从今以后 我就是两位妹妹的大哥 承鄞 你是二妹 吴霜 你是三妹 你 妹妹拜见大哥 妹妹拜见大哥 好 既然今天大家这么高兴 我们就喝个痛快 好 我们喝个痛快 一番干什么 你没喝水 一番干什么 Version 你好 你这打的时候 小丹呢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 小丹 表妹 这布包是你的吗 你 二妹三妹台监 人生得以知己 死而无憾 维兄能有两位义妹 是在三生有幸 两位义妹待我恩身义重 维兄无以为报 二妹德语名诗 所学非凡 加以诗必成大器 三妹寄予坎坷 与维兄可算同出一门 顾目派最精深的武功 皆在于玉女心境之内 维兄特意将其毕入成书 并详加注解 三妹若有不明 可与二妹参详切错 他日 武功必有所尽 维兄暂且作别 当途后悔 兄妹之情 较如日月 珍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计划 但是他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想不到这场大雪 下了三天 还不停啊 靳哥哥 齐儿 罗帮主 光大侠 外面情况如何 探子回报 城外七里发现蒙古大军的行踪 看起来蒙古鱼子 知道我们即将举行英雄大会 在这几天加紧调派兵马 准备进攻襄阳城 光大侠不如这样 我再派该帮弟子在城里各处加紧巡查 以防用蒙古奸细汇入襄阳 好 对了 岳母大人 福儿去送英雄铁 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蓉儿 福儿他脾气急躁 行事鲁莽 我怕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你放心吧 这几天不断地下大雪 如果我没有猜错 他们几个 可能被困在风铃渡口 没办法渡江而已 快点 这几天 语 整条江面都结了冰了 我看没有两三天也别打算渡江了 那怎么办呢 真的 那不更好 难道我们今天大江南北 这么多人走到一块儿啊 来来来 我们今天大家把酒言欢 聊个通宵好不好 好 喝点酒 来来 去去喊 去去喊 现在说起来 那个祸国殃民的监官那小子 他到最后还是死在神雕大侠的手上 这个神雕大侠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那个监官的手机 挂在他的崖门口上 真是太厉害了 神雕大侠神通广大 一夜之间把狗官丁大全吓得 脸都清了 这个神雕大侠 怎么要把丁大全吓得脸都清了 谁啊 谁啊 大姐啊 大姐 什么事啊 破炉 你有没有看见二姐啊 没有啊 他不在你那边吗 我就是睡醒了看不见他 所以才过来问你呢 这个小丫头 整天都给人找麻烦 没什么事了 我出去找他 哦 这支钗也只几十两了 你帮我卖了它 打点酒 切点羊肉送到里面去 香儿 大姐 掌柜啊 这酒钱肉钱呢算在我大姐帐上啊 好好好 等等 香儿 这怎么行呢 这支钗呀 是你生日的时候 你哀求朱师伯才送给你的 你现在就随随便便地卖给人家 还请那些不认识的人喝酒 那怎么行呢 大姐 你不是也说了 这钗呢 既然是朱师伯送给我的 那是我的了 如果我想用它来请人喝酒 又有何不可能 你 这次回到襄阳城 我一定要把这事告诉爹 朱所谓四海之内坚兄弟 仗义美多图狗辈 即使爹他知道了 也绝对不会怪我的 香儿 各位江湖朋友 今天晚上这里 所有的酒肉 全部由我请客 哦 谢谢 谢谢 小姑娘 看不出你年纪轻轻的 可真够豪气的 天才是身外之物 难得今天各位赏脸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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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放去吧 放去吧 是吧 香儿 酒你已经请过了 快点跟我回房睡觉了 走 大姐 反正你已经醒了 不如我们坐下来听几位大叔 讲讲那个神雕大侠的英雄事迹吧 好 来来来来 神雕大侠 小姑娘你也喝一杯吧 对了 宋大叔啊 那个神雕大侠叫什么名字 长得什么样子 小姑娘 老夫哪有那么好的福音见到他 我听人家说神雕大侠呀 有只大雕跟着他 好像说他左手断了 不错 神雕大侠一向行侠仗义 救世俯为 但一向不肯透露自己的性命 所以大家都把他尊称为神雕大侠 随随便便就可以叫神雕大侠了 那天下的大侠未免太多了吧 哎 话可不是这么说啊 其他事我不说 就单说神雕大侠为了拯救王维忠将军一家 四天四夜不眠不休 匆匆赶到临安 大侠这两个字 真乃当之无愧 既然有神雕大侠出手相救 王将军又怎么会被奸人所害呢 是这样 王将军的儿子 在抄家那天侥幸逃走了 朝廷的奸臣派出好多捕快追杀他 幸亏神雕大侠及时出现 不然的话他也难免一死 神雕大侠知道了情况 就立刻赶去临安 但是结果还是迟了一步 神雕大侠一怒之下 当晚就将陷害王将军一家的奸臣正法 还把他的首级砍下来 挂在临安城门上示众 好 干得好 好 真痛快 干杯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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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 你也是道听途说的吧 江湖上的传闻 时居其酒都是夸大其词 实不相瞒 小人姓王 王为忠将军正是家父 小人虽为朝廷侵犯 但恩公声与攸关 小人不得不挺身而出 以保恩公明解 小王将军 你放心吧 如果这里谁敢去告密 我朱老三第一个就不放过他 对 神雕大侠的 谢谢大家 对 请问神雕大侠武功这么好 怎么会断了左手呢 这方面我就不大清楚了 那王大叔 后来你们再见到神雕大侠 我曾经听说 有个断了左手的人 和一只大雕 经常痴痴呆呆看着大海 我马上感觉 果然是神雕大侠 神雕大侠在海边等人哪 在下也曾问过神雕大侠这个问题 神雕大侠说他妻子走了十几年 还没有回来 所以他每年都会在海边 住上一些日子 等他妻子回来 原来神雕大侠他有妻子的 他武功这么好 为什么不去找他的妻子呢 神雕大侠他说 大海茫茫 他根本不知道他妻子在哪里 王大叔啊 听你这么说 神雕大侠是一个至秦至盛的人物了 哼 从小到大 他一直都是一个怪人 从小到大都是怪人 大姐 你也见过神雕大侠 见过他有什么奇怪的 你也见过他 他还抱过你呢 大姐 你乱说什么呀 信不信有你 这个人 还在我们桃花岛住过呢 桃花岛 好 莫非两位姑娘就是 郭大侠的家人哪 是里 郭大侠正是家父 哦 原来是郭大侠的大小姐和二小姐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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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儿 说到大侠 我们的爹才是当之无愧 是 说得对 即使郭大侠是你家父 我看也不必整天挂到嘴上啊 是谁 谁在胡说八道 藏头肉围 数被所为 听你这么说 神雕大侠跟我们爹娘 岂不是认识的 那么 怎么好像没有来往呢 还有 这次的英雄大会 怎么没有请他 他脾气那么怪 怎么会来呢 说到古怪 大家都差不了多少啊 小姑娘 如果你想这样神雕大侠 就跟我来 啊 我去 这个长胡子鬼一定不是好人 我不准你去 对谁 长虚鬼速速回来报道 怎么样小姑娘 我可要走了 你跟不跟我去啊 长虚伯伯 我跟你去 是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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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丫头她是谁啊 哦 她是郭靖和黄荣的女儿 郭靖和黄荣的女儿 为什么 因为她想见神雕大侠 所以以后就把她带来了 小姑娘你听着啊 你现在在一边休息一会儿 呐 我们今天人都到齐了 就商量一下 今天晚上怎么对付 那个神雕大侠 我们不能损害我们 山西欲哭鬼的威名 长虚伯伯 怎么你们不是 神雕大侠的朋友啊 丫头 如果你害怕 请你马上离开 四弟 那个神雕大侠的本领如何 你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嗯 其实我只见过她一次 而且还没和她交过手 嗯 这样 你怎么会和她结怨的 是啊 我们跟她无仇无怨的 她为什么要赶我们出山西啊 你们看 她把我耳朵切下来了 此仇不报 我杀神国以后 在江湖上怎么立足呢 四哥 四哥 人家好好的 干什么把你的耳朵切下来呀 你一定要去调戏梁家妇女 被人家抓到 那几个女人 因为一点小事吵起来 我一时火大 把嗓门最大的那个 打了一耳光 哦 照这么说 难道神雕大侠 就因为你杀了你妾室的耳光 所以就把你耳朵切下来吗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 都是那个可恨的妓人 被我杀了耳光之后 发疯死了乱吵乱闹 又说我娶了一个又一个 那个神雕大侠质问我 他说你喜欢他才娶他 娶了他之后 就不该又娶另一个 嗯 对呀 那个神雕大侠 说得一点都不错啊 男人三妻四妾 有什么出气的 嗯 神雕大侠听到你这么说啊 我想他一定会再教训你的 你 他又和我说 像你这种无情无义的人 如果世上再多几个 岂不是天下女子都心寒了 他还要挖我的心出来 看是什么颜色的 然后怎么样 然后 我那几个妻妾要害怕跪下来求他 求他原谅我 你们说我多没面子 后来我跟他说 要不你就杀了我 你杀了我一个 我们山西一哭鬼还有四个 所以他就约我们今晚决斗 他还说如果我不应约 以后就再也不许踏进山西半步 为今之计 我们只有以多取胜 先发制人 我们一拥而上把他制服 别让他把绝招使出来 好 好 就这么办 哦 你们五个打一个 不是以多其少 喂 小姑娘 如果你想见神雕大侠的话 你就不要在这影响我们商量大计 否则 我马上请你离开 不说就不说了 只不过 说不定神雕大侠 以一抵五 也绰绰有余 你 等一会儿我们和神雕大侠决斗的时候 你藏在一边看就行了 知道吗 不然的话 打着你就不太好了 放心吧 我会照顾自己的 嗯 何方蜀备 胆敢擅闯万寿山庄禁地 山西一苦鬼 陆京贵地未及拜访 敬请恕罪 如今 我们有要事在身 唯有改日 再到贵庄谢罪 大哥 原来来的是山西一苦鬼 他们说改日在登门谢罪 岂有此理 我们大哥说登门谢罪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罢了 难道我们山西一苦鬼 真的要向人低头吗 谢罪就不必了 你叫他们绕道而行吧 混账 我们有急事要办 你叫我们绕道而行 我大哥让你们绕道而行 一定算客气了 我三哥有病在身 不想有人骚扰 你们快走吧 大哥 他不让我们进树林 里面可能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不错 我们山西一苦鬼要去的地方 从来没人可以阻挡 好 两位既然要百般阻拦 那就恕我们硬闯了 好 好 传奇伯伯 你不要光顾着打 赴约要紧呢 好 好 烟雾弥漫 到底在耍什么把戏 岂有此理 想不到这狐狸这么能忍 这么半天也不出来 对了 山洞厚的洞口风珠没有 大哥 你放心吧 别说是九尾灵狐了 就是老鼠也跑不出来 三弟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不用 岂有此理 一定是山西一苦鬼 不然他好歹硬闯进来了 二弟 四弟不要分心 别打了 四弟五弟他们快顶不住了 大家不要分心 不然的话你千功尽弃 山地 九尾灵狐 你们把九尾灵狐放跑了 我要你们五个游魂野鬼偿命 儿子 方 你们无冤无仇不要在哪儿了 山西苦鬼 你们竟敢不守信用 害得我空等半天 原来你们在这儿胡闹 神雕大侠 这几位就是万寿山庄的 史氏兄弟对吗 请大家暂且住手 听在下一言 阁下莫非就是江湖传闻的 神雕大侠 在下正是 山西苦鬼与我有约在先 让我先和他们完事之后 你们再分高下也不迟 混账 我管你是神雕大侠也好 无名小卒也好 等我收拾了这乌鬼再说 三弟 三弟 怎么样 三弟 等 等 等 奇怪啊 一点事都没有 谢谢大侠刚才手下留情 怎么样 你们要养伤择日再战呢 还是 神雕大侠 论武功我们和你根本没法比 又岂敢要以你为敌 你放心 我们明天马上离开山西 从此再也不踏进山西半步 敢问尊家 是否姓樊 大号一翁 在下正是樊一翁 为之神雕大侠有何赐教 不敢 我并非故意流难各位 也无意叫你们离开山西 只要这位杀臣鬼老兄 把你的四位妻妾放回娘家 就行了 是 如果那四个贱人不肯走 小人干脆用大棍子赶他们走 那又不必 这样 如果他们要走的话 你就不可以强求 如果他们要留下来 就随他们便 小人遵命 好 我和无鬼之间的事 已经完结了 你们随便动手吧 我们无鬼今天既不如人 无话可说 改日必定登门拜访 如果我们三弟 因为这次有何不测的话 就算千山万水 我也要你们五个血斋血肠 看来是三哥 的确是有重病在身 但是他权于与否 又与我们何干呢 是啊 这次似乎又轮到你们部队了 我三弟他 大哥 既然我命该如此 不必再叫弟兄们为我拼命了 你有什么事可以直说 我们有什么地方做的错了 我们无鬼呢 天不怕地不怕 难道怕向各位赔罪吗 刚才几位杀进树林 把九尾灵狐吓跑了 如果我三弟真是因此不治 纵然你们肯磕一千个头 一万个头 又有何用 这些一只狐狸 有什么用啊 你有本事能够抓到九尾灵狐 我宁愿给你磕一万个想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这些兄弟如果有困难 请把整件事说出来 看看我们无鬼可不可以帮你们 你看看你们哪 不是受伤的就是有病 你们要说啊 也找个舒服的地方 坐下来慢慢地说嘛 沈殿大侠 如果你不介意请到毕庄一行 是啊 是啊 沈殿大侠 请到毕庄坐坐 是啊 沈殿大侠 不如你也一块来主持公道吧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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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三哥 看来你的伤势不算性 到底被何人所伤 实不相瞒 我三弟是被霍都打伤的 霍都 在下曾替人打抱不平 于是 就和霍都动起手来了 在下偶一不慎 就被那个蒙古打子所暗算 沈殿大侠 那个霍都这么卑鄙 不如你去教训他 为十三叔报仇啊 报仇之事 又岂敢劳烦神雕大侠 只要我们三弟的伤痊愈 他自然会亲自找蒙古狗报仇 只可惜 只可惜在下的内功心法自成一派 自受伤之后 就必须用九尾灵狐的血治疗 才能痊愈